主料,萝卜叶200克,萝卜200克,豆面300克,辅料,葱花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萝卜叶子在开水里烫一下,捞出过凉水,把烫好的萝卜叶切碎,挤干水分,再挤干水分的萝卜叶中加适量盐和葱花,搅拌均匀, 把豆面分次撒入菜中搅拌,注意要边撒边搅拌,使蔬菜上面裹的干豆面均匀,用手抓一把搅拌好的菜和豆面握成团,然后掌心相对,把豆面球团成光滑的圆球状,在锅内蒸透蒸熟即可,烹饪技巧,根据豆面球的大小掌握蒸的时间长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